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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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遇到挑戰主要還蠻多的 譬如說像打羊的多邊 或者是我們報價的競爭上面 還有在交期控管跟校期的管控 生產備料的多變 還有調價的難度等等 音樂 大部分的連鎖通路 他們給的時間其實都蠻短的 像沙拉類的產品的話 第一個它生產完之後它還要降溫 它可能就要花個一到兩天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當天生產 你隔天就要出 或是當天生產你當天要出 這基本上是 我們出了只會變成平溫不足的問題 也是會被退貨的 我們都是用預測的方式 去預測它的一個訂單量 這個有時候它會 歸屬在這個產品的屬性 它可能會受天氣的影響 會受溫度的影響 會受季節的影響 我們要去針對這些變動性 然後去做我們的安全庫存量 那過去通常是因為我們收到訂單之後 可以做調整 那現在我們就透過我們存量 在系統的存量的控制 訂單的預期的規劃 然後一個計量的排程 那我們可以把一個庫存的壓力 減少因為收到訂單的影響 然後造成排程一個變更 我們就會在原物料的控管上 就是針對淡季跟旺季 然後做一個調整 還有我們在訂單的更 它的即時性跟精準度 那再還有庫存的即時性 讓我們在訂單的排程上 會更為的快速跟準確 那在物料的周轉率統計上 從上個月統計到現在 我們可以發現它提高了14% 過去來說 我們在做原物料的訂購的時候 因為都是透過一次優錶 所以花費非常多的時間 或者時間可能像這些資訊 因為我們在購料前 可能花二三十分鐘在整理 那現在我們透過一個功能 那可能我們就收藏到三分鐘 就可以把這個資訊整理出來 相對收藏非常多的時間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困擾跟挑戰 就是通路的交期 跟那個消期批號的管理的要求 交期的批號的話 就是現在通路都會要求 那你先進一定要先出 因為沒有一個系統的管控 有時候靠人為的記憶去 處理這些貨物的時候 造成說批號會不是 我們原本的先進先出的要求 所以導致說到客戶那邊的時候 會被退貨 每批的產品的批號 那出貨的時候也要非常注意說 它批號是不是有達到我們的 先進先出的要求 那現在因為我們透過系統的話 它可以在我們當在出貨啊 還是入庫的時候 當批號有發現有出現 沒有符合我們的原則的時候 系統會自動的跳出一個警示 那幫助我們同仁可以在座位上的一個 正確性跟一個精準 我拿這個報價精準度來講 因為以前沒有在系統的幫助之下 我們靠人工的方式去報價的時候 它會遺失掉甚至會漏掉非常多的一些細節的部分 那當你這個報價出去之後 它基本上已經是沒有辦法回頭的 你最好的方式其實要從前面的控管 然後去做一開始就是對的事情 以後的事情才會變順 在過去報價這一塊是完全仰賴研發 他們提供報價的資訊 有時候如果原物料價格調漲 沒有即時通知研發的話 會造成報價失真 現在的話就是透過系統 它可以去查詢原物料價格的時候 就是比較快速而且準確度很高 那透過系統資訊累積的一些 採購的進貨價格 包括說生產領用的一些紀錄 從中找到一些差異的一個地方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檢討 那做一個立即的改善 那藉此可以讓我們的 對未來的一個產品的報價更有競爭力 因為我們之前最常發生的就是 資產副代表它出來的時候 讓我看不出一個所以欄 我知道我有銷售收入 然後我也知道我的管銷的費用 可是它非常多的細節它是我沒有辦法看到的 在以前還沒有導系統之前 我們要去查帳的時候 其實有點困難 就是我們都弄Excel的方式 以往假如某張憑證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去找可能要大概花一個小時左右 那目前只要導系統的話 其實進去查三分鐘應該就找得到 當初可能發生的那個軌跡 成本結算的這個部分 就現在是可以達到每個月的10號之前 可以做完結算的部分 除了成本更精準之外 在製造的流程更合理順暢 然後在每天單據的落實燈打 就更容易掌握到我們的異常 以及加快修正 然後就讓我們的成本更容易有機會控制 毛利更容易達標 現在因為經由這個系統的數據的分析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每一個業務單位 它在哪一個產品上面有贏有虧 它其實每一筆它都非常清楚的 基本上我都是可以去精準的去知道說 公司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看的就是一個大的方向 譬如說從我們的業務到申管 到我們的製造到我們的評管 到我們的會計部門 那經由這些系統的一些規劃 那我知道說在每個部門 它該達到的一個營運目標的狀況下 我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所以就是對我的管理上面會比較更準確 這次清新能夠跟景星合作這個ERP 看到很多信息的話 跟廠商都有直接連結上的 座位上的方便 所以說我們大概會在這一次的 ERP座位系統完成的話 我們可能會有一種更大的變化 入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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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